大鸿一日 鸿风起 扶摇之上九万里 之前李白 他的每一句英勇都包含着他对生命的热情 对天地大美的礼赞 他以仗界远行 挥洒笔墨 在山川江河上描绘出壮美的盛世画卷 他激励青年人 勇往直前 乘风破浪 奔赴山海 张旭三杯草盛传 脱帽路顶 王宫前 辉豪落纸 如云烟 草盛张旭 他以纸为笔 以发湛墨 以天为纸 以日月星辰为燕 他用龙蛇之笔勾勒出大唐风骨 用淋漓之末渲染出生命的底色 咬尖宝剑 七星文 闭上雕工 百战勋 剑圣裴鸣 他以绝轮的剑术 极致的梅树 感和气势激发了人们追求卓越和超越的精神 三尺寒铁映照出宁折不弯的奥 一箭双寒捍卫着经欧无缺的威严 诗之气血 书之气韵 剑之气节 穿越时空 奔腾于你与我的脉筋 请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在与君相遇的时光里 我们品读历史的味道 向光而行 勇敢追梦 便能乘风而起 扶摇直上 何其幸运 我们遇见之音 不负韶华 红浩气 此情千载 又知音